拜登即将在下周举办民主峰会 呼吁民主国家要一起制裁某些国家的腐败官员和侵害人权者 矛头直指中国和香港 据说某些亲共卖港的人已经在拜登的制裁黑名单上了 咱们皇上得知以后气得直跺脚 发誓一定要先发制人 把我们中国挤进这个民主国家的阵营里去 于是皇上赶紧打开了狼卷 放出了一群狼狗出来狂吠 不过效果嘛自然是让全世界笑掉了大牙 也不知道怎的 每回国际上只要一提民主 皇上就破防 不过这也说明了 我们皇上作为全球的道德模范 那对自身的要求还是相当的高啊 比如民主 自由 人权 我们皇上必须要有 谁叫我们皇上有任性的资本呢 我说我有 我就有 你们说的都不算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天中国的民主大戏 第一天12月4日 国新办主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手持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宣扬中国全过程民主的优越性 一派胡言 我感到非常气愤 一派胡言 说起这个全过程民主 如果套用胡叼盘全体发钱等于没发的神逻辑 那全过程民主就等于没有民主咯 大家觉得合不合理 通不通畅 我很好奇 胡锡进他要怎么反驳我呢 这个民主白皮书啊 洋洋洒洒两万字 其实就是给所谓的中国式民主找了一堆的定语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很多人说小翠我太瘦 瘦过了头就不好看了 这时候我就可以找一堆定语 夹在这个瘦前面 诡辩说我不瘦 比如我的瘦是一种林黛玉似的文青兽 是一种赵飞燕似的若柳浮风 是凌波微步罗瓦深沉 是气弱幽兰姿态恶 好了好了好了 再说就要吐了 看我找了一堆好听的词放在这个瘦前面 说了这么多改变了什么没有 没有 还是瘦对不对 你瘦不瘦 别人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 这东西自己诡辩没有用 得靠别人来评判 同样的道理 共产党到底是不是一个民主政权 谁来评判 全世界来评判 对不对 你说的天花乱坠 我又是这样的民主 我又是那样的民主 什么全链条 全方位 全覆盖 最广泛 最真实 最管用等等等等 你定语加的再多也没用 你不还是要往民主这个词上靠吗 那这个词啥意思 最基本的国际共识就是人民要有选票 当然 有选票的国家有没有操纵民意或者会选的事 有 有没有直接选完改结果的 比如拉丁美洲某些国家 有 所以有选票是个必要不充分条件 那么中国符合这个条件吗 显然不符合 人民连票都没有 你还有脸说别人 反正我在墙内长这么大 从来没见过 选票长什么样 下一任主席是谁 每回还没选 全国人民就都知道了 那这不是内定的是什么 那请问我的选举权 有体现在哪呢 这是哪门子的民主呢 除了你自己天天嘴硬说自己是民主国家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正常的国家 承认过你的民主体制 你这不是搞笑是什么 好12月5日第二天 轮到外交部表演了 外交部在这一天发布了一个美国民主情况的报告 把美国的民主体制批得一无是处 在这一点上咱把丑话说在前面 我们是反共 但不等于是美吹 我们对美国的现状是非常担忧的 至少阿兰来美国时还是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 在这十来年的亲身体验中 我们个人感觉本届政府是最糟糕的 行事作风往往让人想骂大街 怎么说呢 只能说幸亏有皇上这个同行衬托 那么中共的这份美国民主情况 我们也大概过了一遍 客观的说 六成说的是这么回事 说明共产党内部还是有能忍的 至少能写到六十及格线 剩下那四成 一半属于牵强附会 或者对美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的无知 另一半几乎就是不分捉影 胡说八道了 打个比方 这种行为就好像是以前宫里 听床的太监 听多了就对男女知识 讲得唯妙唯笑 仿佛自己曾经身临其境似的 以至后来居然妄图教别人 怎么行周公之礼 所以共产党你批人家民主 怎么怎么不好 谁理你呀 你实施过民主制度吗 你知道民主国家要怎么运作吗 你都没干过你瞎避避什么 你懂个屁呀 这套话术不是共产党常用的吗 什么你来过中国吗 你去过新疆吗 咱就来个斗转心仪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你来过美国吗 你偷过票吗 美国现在的民主制度 有没有问题 有 问题还很大 但是中共来批 就好像一个太监 跟皇帝说 你这个姿势不对 你这样搞不行 这不是来搞笑的吗 你不让别人批评你 那么你怎么就来批评别人呢 这不是妄想性精神分裂吗 我今天走到美国的街头 去大喊一声 救拜登 Let's go Brandon 不仅没人抓我 可能还有一堆人为我鼓掌 跟我一起喊 这样的美国就还有救 但是现在的中国人 敢走上街头去喊一句 习近平傻兵吗 分分钟就被抓进去 还能不能放出来 不知道 哦对了 之前给习近平画像泼墨那个 是不是给定成神经病了 也不知道现在自由了没有 还有张展 也没放出来 还在继续遭受迫害 就这还敢叫嚣民主 我早就提醒过皇上 不要去蹭什么民主 就大方承认自己是极权国家 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现在全中国人 能说什么 能做什么 不都您说了算吗 您还怕什么呢 谁敢出来唱反调 三天最伺候 都老实得很啊 反而什么都要争 什么都要出风头 只会给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 招致更多人的反感 老话不是说了吗 枪打出头鸟 在这一点上 人家长者是对的 总会一句话叫 闷声大发财 我说什么话就不能说了 这是最好的 现在的事实 也的确如此 自从皇上放出了战狼 每天在国际上狂吠 攻击这个 攻击那个 现在全世界各国人民 对中共的反感情绪 已经来到了一个新高度 唱歌的写歌调戏你 画画的作图恶心你 现在连小孩都编了儿歌 唱起了习近平是个独裁者 纵观中共这么多届领导人 就没有一个比您收获更多外号的了 什么威尼 包子 200斤 扛麦郎 梁家河 等等等等 另外 网球 篮球 足球 娱乐圈 各国网红 纷纷出现反共及先锋 现在连左派的心肝宝贝 瑞典环保公主 也出来反共了 How dare you 而皇上宁呢 只能被动的应战 在墙内封杀这个封杀那个 以后篮球 足球 网球 墙内都没得看了 因为哪儿哪儿都有要封杀的球队 球员 那还转播个屁呀 每天都有新的敏感词 违禁词 每天都有山不完的铁 皇上宁真是浑身上下都是基点的 哪儿哪儿都碰不得 更搞笑的是 昨天看到一个图 有人给中国移动的客服 发了民主自由四个字 结果客服说 你这是敏感词 我们没法回答 好家伙 一个叫嚣着自己拥有全人类最牛逼的民主制度的国家 民主自由 竟然是敏感词 这脸打的也是没谁了 这出大型情景喜剧 中国的民主还在继续 环球时报接棒外交部 拉来了埃及 发了一篇通稿 叫埃及各界高度评价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除此之外就再也没看到其他来自国际的声音了 似乎略显担保啊 好歹叫上鹅爹巴铁兄弟啥的来给个民主认证呢 叫不来他们 叫几个非洲酋长也好啊 这光窝里恨 不是明摆着忽悠韭菜吗 不过皇上这药 可不能猛灌给无知小粉红们 药科多了 容易走极端 这部前阵子在伦敦 还上演了几百个小粉红黑社会 祖群要去揍人家香港人的事 都以为还在国内呢 有党给你做保护伞 杀人放火 无所顾忌啊 在国外还玩这一趟 这是分分钟想进去蹲几年吗 这种就属于典型的被皇上喂药喂多了 义和团附体 这种事情呢 只会更加激增其他各国人民对中共的反感 民意这东西在中国没什么用 在西方国家那可有用得很 皇上每年花这么多钱 请一帮废物外宣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到处造谣 最后落到个被人家平台无情揭穿强制山号的境地 我觉得中共想要改善自身的形象 不用做这做那 只要让这帮废物外宣只领钱不干活 只要让这帮饭桶什么都不干 能不能改善形象先不说 至少不会被人抓住把柄 让人家更讨厌你 这帮子是中国人的帮助 不想要你去看 然后那是因为 你最好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